电影来看一则感人的故事 有一名65岁的老妇人 因为肝硬化的关系 而且在体内有大量的积水命在旦夕 她的儿子非常的孝顺 决定要捐肝救母 经过抢救之后手术相当的顺利 而高医医疗团队也特地送上蛋糕 祝福患者重获新神 高医肝脏医治团队送上蛋糕 高唱生日快乐歌 祝贺阿嬷换肝成功顺利出院 医护人员还为她围上披肩 大大的伏袋挂在胸口 如此贴心令阿嬷相当感动 感谢他们的团队 他们的团队要用 阿嬷感谢医疗团队让她重获新生 因为不久前肝硬化导致腹部大量积水 危及生命 紧急时刻在医疗团队谨慎评估下 由儿子军肝将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而这也是高医完成的首例活体捐肝手术 捐赠者出现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肝脏医治手术有停顿一段时间 那我们现在重新在这一两年重新整队出发以后 那我们移植的数目有增加 那我们这个活体肝脏医治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 也进行了这一例相当顺利的活体肝脏医治 那这代表我们高医 我们身为一个大学医院 在这种移植手术上 我们的技术还有在技术照顾层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医院就叫新的医师团队 医师团队就会帮我们细心的评估比对 高医肝脏医治团队克服危险的器官排斥 历经十个小时终于完成手术 不但让孝子完成心愿 阿嬷也重获新生 如今开心的吃着蛋糕 医护人员在卡片上签名 祝福阿嬷长命百岁 港东新闻王寿王少宇采访报道